各位朋友,你們好,又是我卡洛斯 在來了譚里麗芬三年之間,我都拍了很多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在科技教學上面 一些可以做到的雜作,以及一些可以應用的技術 但來到今時今日,我仍然覺得有點欠缺 所以我會在未來的日子盡量完成它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甚麼呢 就是在科技教學中被遺忘的一個知識範疇 大家看到背後,科技教學中有六個知識範圍 一個是資訊和通訊,一個是物料和結構 第三是營運製造,第四是策略和管理 第五是系統及控制 這五個知識範圍,在以前的影片 多多少少我們都會涉及到 唯獨有一個知識範圍,就是科技生活 因為這個知識範圍,以往一向都是 加正醫科目去照顧 但由於現在很多學校,包括我自己的學校 都沒有加正醫科 因此卡洛斯也要想方法,怎樣在自己的科目 讓我們學生不會損失了學習這個知識範圍的權利 究竟這個科技生活範疇,或者加正醫科 包含了甚麼知識呢? 我們用設計科技的本質來看 其實我們的科技主要是為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而生活上的困難不外乎 醫、食、住、行和娛樂 而科技生活就特別照顧我們在衣物和食物方面的需求 由於貨節所限,我都不能夠完全遮蓋 加正科目所教的所有知識 所以甚麼煎炒、煮炸、燉燉焗 你想可以在D&T課教你,就有些困難 所以卡洛斯只能夠將醫方面的知識濃縮 讓我的同學經驗一下 今天卡洛斯就打算教大家 怎樣運用一部小型的醫車 去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提到解難活動,必須配合一個處境 我們就用中一同學剛剛做起的帽子琴作為一個處境 讓他們思想下怎樣設計和製造一個便攜布袋 用來保護他們心愛的帽子琴 至於我們提供的材料可以有繩 和一些適合我們做布袋的帆布 至於布袋的形狀和結構可以很多變化 今天我們就載一個長方形的布袋作為示範 講到用醫車,卡洛斯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但是我可以請師傅出馬指點我兩招 母親大人就不在香港 我就請了我太太示範了一次 怎樣載這個布袋給我看 看了一次之後,卡洛斯認為我自己 和我的學生都應該可以做到 第一次教這個問題 我們都不敢買太貴的醫車回來 只是買了一部小型的醫車 價值幾百元而已 只要接上電源和腳踏的接線 醫車就可以工作了 在課堂上我們教過 醫車的操作是需要面線和底線的結合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要把面線的線輪安裝好 然後再把線頭沿著這個路徑走 我看的醫車不算多 但是照我所知 每一部醫車的路徑都是不同的 使用之前真的要認真去看說明書 我個人的眼力就不太好 所以串針的部分,很多時候都覺得很困難 如果大家和我一樣的路徑 都可以借助這個穿針神器 去幫助自己把線頭穿過針眼 穿好針之後,大家可以拉住線頭 一邊把右邊的旋扭 順時針地扭動 只要令到車針上下運動 線就可以一直拉出來 至於安裝底線,大家就可以打開這個蓋 先把底線拿出來弄一下 我記得小時候見的醫車 這個底線輪就要放在梳殼裏面 然後安裝在醫車的下方 這條底線就自然可以拉上來 但是這個小醫車的操作更簡單 只需要拉好底線,放好底線輪 然後逆時針扭動旋扭 你留心一下 這條面線就自然會勾住底線 將它扯上來 以後,當我們每次扯東西之前 先留心一下是否底面線 同時斜向左邊 然後蓋上蓋蓋就可以操作 其實開醫車和開車差不多 要開動車當然要鬆手掣 在醫車上面就是要放下虛 至於這個就是倒車掣 就是硬波 至於腳掣就是油門 當然了,開車還要用波棍入波 而在醫車上面就用正面的船樓選酸線條 正式開動醫車之前 我們先採好布 可以選用傳統的採布剪刀 或者電剪也可以 進入車掣母子琴袋實作的第一步 我們先用傳統的方法 摺在一邊,然後摺一條直線 做法是先放下虛 壓住條直邊 然後就踩油門 先摺一條短短的直線 來到這裡就要停一停 按住倒車掣,然後翻轉 這樣做法,向前和向下兩條線 就會互相打結 令到這個線口的開端不會散開 接著就可以順著這條接口 直接完成整條直線的車掣 這個技術,以我醫車的身手來說 都不是太難的 因為踩油門 控制著一塊布來車的直線 其實跟我們用直梳 或者用Band梳 在一塊板上鋸一條直線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不過要記住一點 就是車到條線的尾部 我們又要做一個倒車的步驟 以保證線口不會散開 完成倒車之後 我們就可以鬆起這胸 一邊順時針扭動傳扭 一邊就將底線和面線一起扯出來 扯到一個足夠的長度 就不用用剪刀剪斷 將兩條線一齊扣在 依車左手邊這個裝置上 切斷它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剛剛車出來的那條接邊 其實就是將來的袋子的代口 我們可以套條繩下去 就可以立實的代口 現在我們將一塊布對接 用相同的方法 在這裡起針 記住起針了幾步之後 要開一開倒車 以保證線口不會散 之後我們可以一直車直線 而當這條直線去到盡頭 我們打算在這裡轉一個九十度的彎 於是我們就停了針 起了一隻蝦 然後轉動一塊布 之後又落回蝦 繼續走直線 而來到這裡就好停下 千萬不要封了一個穿性的入口 在這裡我們就走一走到車 保證線口不會散 然後起蝦 拉出底面線 切斷它 當然我們都可以用夾剪 剪載一些多餘的線口 來到這裡 那個袋已經接近完成了 我們只要將內面反出來外面 所有車的線部都會被隱藏了 而只要在袋口穿上一條繩 那個袋已經可以用來盛載這個母子琴了 大家可能會懷疑 我們車到而已 究竟我們學生行不行 不如我們就一起看看 我和林Sir 怎樣教我們中一的學生 利用衣車去載他們的母子琴袋 好 原來是直線 你跟著它 對呀 你控制它 上車 好 停 再上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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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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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今天簡單的醫車教學講解 希望大家都學習了一項 生活上很需要的一種技能 卡路斯也會在將來開始 盡量想多些我們一般人 都可以接受到有關科技與生活的技能 去跟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